上一集超緊湊的快歌組曲之外 還有細數每一張專輯的經典故事 以及彩排的水晶 讓娜娜失控崩潰 哇 他的臉要哭啦 他在半年了 不行 我現在是請先的 啊~~謝謝你來 我在錄完節目了 對啊 結束了是不是 反正單位就會是這樣子 哈哈哈哈 你嚇到來賓了 啊~~ 這是你的原夢啊 一個偶像的啦 我在插進那邊 我先冷靜 不好意思 不是 因為我想看看說 好了 有沒完 不是彩排嗎 不是 因為哭的時候 就你知道 等一下如果你自己沒有辦法 都一起那個心理就不要這樣 不會不會不會 因為我是標榜的 你知道 我們非常自然 一切都非常自然 沒有 我是不是說我自己 哇 你冷 住你冷住 那我留在最後一首歌在哭 好 我們要轉換情緒 因為我們要繼續對開窮的音樂 開窮的音樂真的哭不出來 今天娜娜大歌廳之徐懷育 最終章登場囉 我們現在就來聽聽由阿超伴奏 娜娜與Yuki的合唱版水晶 看你的眼睛 寫著詩曲 有時候謊言 有時候神秘 隨你的心情 左右惡心 腳步雖亂了 但是心甘留意 愛一個人 長長陽很小心 彷彿手中碰見水晶 我愛一個人 有繁繁 我愛一個人 有繁繁心情 看世界彷彿都透過水晶 我和你的愛情 好像水晶 沒有負擔秘密 乾淨又透明 我給你的愛是美麗水晶 我給你的愛情 好像水晶 沒有負擔秘密 乾淨又透明 我給你的愛 是美麗水晶 獨得光嗎 教會 你我眼底 聽完水晶之後 我們要開始回顧徐懷玉轉型時了 徐懷玉的轉型錄每一步 都蘊含著不同的意義 就讓我們來一一暢聊這些故事吧 怎麼樣 以前不是都會流向 對啊 是我自己覺得我上唇太后 接起來 然後後來變一個流行 因為很 是可 因為後來很 對 你那個嘴臉 後面都笑你那樣 因為你真的很會接 我現在眼睛片來掃了一下 那這三張專輯的嘴是在 是在偷撅嗎 是在偷撅嗎 放鬆 這是撅 沒有這個 沒有這個 觀眾 你在下面給我留言 徐懷 又知道我們這張專輯 你是不是在撅嘴 好 這是有什麼 帥 又知道我們這張專輯 還給我 我信 都聽到冷靜 的是不小心 好 隨便 天空里是我的眼泪 我一个人成一发雨伞 世界昏暗 我们刚聊到前一张专辑 接下来聊到我觉得 我觉得很成功的一张专辑 它比较没有童趣感的专辑 叫做Love 它很成熟 而且里面的乐风 我觉得对非常多认真听音乐来讲 它是会觉得虚化欲有东西 娜娜娜电子舞曲 第二波主打歌誓言 它就是比较拉丁风的舞曲 然后再来乱的 就是比较摇滚的舞曲 它从那些童真到快乐感的歌曲里面 转换到现在这种成熟的 成人会听的音乐 而且每一首都非常的好听 这张专辑我觉得不得了 你自己对这张专辑有没有什么感想 谢谢我那时候自己参与企划 我觉得很棒的一张专辑 我真的深深喜欢这张专辑 而且呢我有在我的本司团上面 只是贴了 连结 下面就有200多则留言 在称赞这张专辑有多好 我给你看一下那些留言 你看上面的网友呢 就是我随便解的哦 非常多的人都非常赞赏这张专辑 虽然我们常会提起曲怀玉 可能是怪兽 喵喵喵飞起来等等的 可是它有太多好歌 所以像我们在一开始的主曲的时候 我们就 我今天特别不选怪兽 也不选喵喵喵飞起来 向前冲 因为有太多首其他的好歌 我们根本可以很值得唱 这一张就是我就是全部都参与 从那个文案 那你会不会 对这张专辑特别有 比宝贝的感觉 有 因为我曾经有听过一个访问 关于转型 我觉得转型在你的身上 可能太多加速 或太多的其他的情绪在 你说这已经不是什么 可以不是转型 你是根本没办法转 可是我要告诉你的是 这张专辑根本是大转成功 根本很成功 应该是说 这一张专辑 他就算转成功 你下一张专辑 你都会很难去做一个变化 因为我很惊讶的地方是 现在那一张专辑 竟然回到了是Tiamo 我身为歌迷那时候我是 我比较问号的 回去上Tiamo那时候 我不知道你的心态是怎么样去调整 我觉得Tiamo还好 应该是那个 爱的叮咚 对爱的叮咚 因为那是真的 真的是三个泰国小朋友 你知道他真的软化我的心 因为太可爱了 然后我想说好我唱 这张我真的很坚持 我不要再把这些头弄那么多了 因为我说这些够了 我们到这一张专辑 让他清堂寡敏 所以我连这张专辑的妆 全部都是淡到这边 到这边都是淡的 这张也是我最 你的坚持是对的 但是重点是 有时候主管可能会支持我 但可能老板就会觉得说 啊这样好吗 这样这样 他会比较紧张 毕竟遵循 如果是遵循以前的 这种疯狂的造型 当然 当然一定是安全牌没有问题 他可能会这样的想 你歌不会成长 人也不会成长 你不可能永远 永远掉在这一排 所以很多听徐爱玉歌曲的人 真的很赞赏 从这张专辑之后 你的改变 这前几年有发现 有很多人说 他开始喜欢这张专辑 Mr.Wright吗 对 很多人喜欢啊 现场也非常多人喜欢 像我们的寂静人 也非常喜欢这首歌 It's sweet like chocolate pie 你一样 有人说 有人说 有人说的不停 别在记忆里 留下来 说着无奈 最后的画面 让它空白 我不怕忍耐 只想被你爱 不迷信 又闪 变太转爱 这张专辑是我到冠组 然后到魔言唱片的时候 然后想说 那个魔言唱片 每一个都是 自己要弄东西 那也不错 跟我在 Love专辑的时候一样 对 然后跟金选姐 想说好吧 到这边就 一起来实验一下 是 对 所以我那时候就想说 把它剪掉 第一次以短法试人 就这么短的短法 在演艺圈上面 因为我觉得要剪 就一次剪掉 因为我就觉得自己很帅 是帅的啊 而且因为那张专辑 你有没有最想推荐什么歌 我要看一下我的 Round Down 这张专辑都很好听 我跟你讲 如果你现在 你该不会不知道 这张专辑的人 你现在正在看这个节目 你看完节目 按赞订阅完之后 立刻收听一下这张专辑 跟你讲这张专辑 真的都很好听 收到你的爱好 只千分之一秒 这首歌很难唱 因为我有一个拍 拍 你看它叫千分之一秒 你千分之一秒 那拍子不对 就再来一遍 你知道 杉妮姐 她没有那么简单让你播 我觉得你好像 发疯的人喔 哈哈哈哈 因为我唱完美小姐很快 有没有 她想说 呦 完美小姐 但是那个 明天那个 那个什么 那个 千分之一 千分之一秒就没有这么快了喔 今天聊不完 我好可怕 我好害怕 哈哈 而且我还露了一张 五六七八公文 那没有关系 我刚才没有唱到 然后呢 接下来呢 就是真的 沉寂非常久了 徐怀玉小姐 我就是个Bed Girl 想说什么 爱上个Bed Girl 热情如光 伤飞到千里外 期待一切重来 想吸取你 对你的所有依赖 我不想热上你生气 把你双翅膀收起 再也发现一件 我也放纵我自己 你到Bed Girl时期 中间真的让 让了非常久 因为我一直在 一直在拍戏 一直在拍戏 年头拍到年尾 对 因为演员的 你其实也很出色 应该是我在大家身上学蛮多的 因为我从不会演戏到 到会走位 然后会知道说 哪个地方 你可以一进到底 然后让自己哭完这样 你的第一出戏 与美人 其实就非常多人留下好评耶 娘 我求求你 不要这样 我会内疚一生的 因为与美人其实是我第一部戏 但我也是从那里开始学会演戏 你的演戏很自然 从刚刚你刚表演呕吐的时候 我就发现了 我真心为你要吐了 然后阴光阁有的美的 好赞 我看回来聊贝哥了吗 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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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我可以 我可以 可是因为这样造型 我觉得这样超级突破 你现在回头看 会不会觉得自己也太大胆了吧 呃 因为那张有部分自我 有些东西你在做事情的时候 你不能想到观众的想法 是 有些需要 所以他其实这样是连贯的 对 其实转型他没有那么快 他就是要慢慢慢慢慢慢 今天的最后一支影片呢 就是要回顾各个时期唱歌的 Yuki 徐怀玉 Yuki 徐怀玉 在那一天 最爱你的人是我 你怎么舍得我难过 是谁啊 这样考验着我 不管我又过不住 看完好呢 希望下一次你会有更新更棒的 演唱会 演唱会 真的做得到 我一定会努力的 谢谢 我做了 就好 好贵喔 我是什麼 心是什麼你是什麼 需要別的我 我在說愛的夢 我要對我的歌迷說 我要謝謝我的歌迷 然後什麼都不能 獻上一首歌給你們好了 OK 好啊 然後因為我們的歌迷終於回來了 有好多離開的現在終於回來 那我希望這首歌可以喚起你們的記憶 然後送給你 你還記得嗎 接下來 你還記得嗎 交給徐環玉 你還記得嗎 那不傷心的電影 讓我們苦紅了眼睛 你還記得嗎 那個害羞的男生 送你的玫瑰花 你還留著吧 你還記得嗎 你還記得嗎 那隻流浪的小狗 不知道有沒有人收養它 你還記得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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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還記得嗎 你還記得嗎 你還記得嗎 我還記得嗎 而且去pte Do you remember Shana Do you remember 你好吗 Do you remember 想他 我想送你一个礼物 什么礼物 不行 我像情绪的爱你 里面是什么 不是 我不想 不是啦 因为只有你才有 现在你是第一个拿到的 是T恤吗 对 就因为这次 这次我们的那个 演唱会会比较 摇滚一点 所以希望大家 就是穿着黑T一起 跟我们一起 所以当面的主题就是黑T恤 对 我很期待所有的朋友 跟着Nana大师 一起去听旭怀孕演唱会 ROCKER 今天就是 跟Nana玩之后 我觉得他真的是个大师 是个挺撩力的大师 他可以让你卸下 一些心 然后说出一些 我可能可以说的事情 然后就还蛮开心的 然后 当他在介绍我自己 每张专节的时候 我都自己偷下一张做的 怎么弄的 这里面有我参与的 就会很开心 就是 里面有很多我的小宝贝 很多人对我不认识 人都会觉得 我好像在坚持些什么 但其实有些东西 他真的是必须 保留他原来的原则 然后 顺着他的原则去发展出来 那我觉得每一样东西 他会发展的更漂亮 更美丽 然后是今天很开心 然后可以跟 Nana聊很多 然后 因为当我第一次看到他的时候 他的 我第一次就是被他尖叫的时候 给吓到了 说哇 这个人也太活力了吧 那不是小时候的我吗 虽然我小时候不会尖叫 但他也有我小时候小小的一些 就是 非常活泼 然后 就是很多事情他都可以去接受 然后去想 怎么去把这个东西做得更好 然后更漂亮 然后一次一次比一次好 然后这个节目 这么多人看 原因应该在这里吧 因为有坚持 就会有力量 老实说 在访问许怀孕之前 我真的有上千万个担心 因为Yuki的新闻有上百种 有好的也有 You know 那我就一直提醒自己 就是平常心 好好的做好自己该做的 一切会有最好的安排 录影当天 才发现我的担心 全都是多余的 Yuki根本好到不行 带饮料给我们喝 帮我顺头发 节目上所有想要的 他通通都给 经过这场录影 我更确信 与其听别人说 不如听本人说 没有什么事情 比亲身感受更准确了 也许Yuki不是那种 八面玲珑的女生 就如同他第三张专辑 教歌替他写的歌词一样 我说话直接不转弯 总有办法圆回来 他就是这样的女生 善良又爽快的女生 最后收尾前 我要谢谢阿超 阿超主都提出 我想要弹琴 让Yuki好好唱歌 因为Yuki是会唱的 很希望观众可以 安安静静听到 徐怀玉的歌声 于是 Yuki学了水晶 然而 整个录影下来 我只能说 12岁的娜娜 很有眼光 用了自己的零用钱 买下 买下人生第一张专辑 就是徐怀玉的 第一张透明专辑 Yuki加油 期待你再回来 娜娜大哥听 娜娜哥这么多艺人合作 未来有最想合作的对象 大使 你看一下 玩味道的女生大明星 不虚化耶 你我眼底 Zither Harp Zither Harp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